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欧洲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5名停止石油环保活动人士 因组织抗议活动而被判多年监禁的事件 这些抗议活动封锁了伦敦的M25高速公路 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交通延误 此次判决引发了气候倡导者和科学家的强烈批评 他们认为这是对言论自由和和平抗议权利的严重打击 法官认为这些活动人士已经从关心的运动者变成了狂热分子 而气候组织和专家则认为这是一场荒谬的正义扭曲 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关注 甚至被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形容为可能是非法的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阴云密布的伦敦早晨 5名停止石油运动的环保活动人士走进南华克刑事法庭 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在法庭上出现 但这次的情况不同 等待他们的是多年的监禁判决 这些活动人士包括58岁的罗杰 哈勒姆·罗杰·罗杰·哈勒姆·罗杰·哈勒姆 38岁的丹尼尔 肖·丹尼尔·瀟尔·瀚 58岁的路易斯 兰卡斯特·路易斯·Lancaster 35岁的路西亚 惠特·洛杰·阿布雷乌·罗杰·罗杰·罗杰·杰·苍杰·罗杰·罗杰·罗杰·亥尔·沛杰·杰·鎚 判刑被定性为阴谋故意造成公众滋扰 这是根据2022年警察犯罪判刑和法院法第78条和1977年刑法法第一条做出的判决 然而这一判决在环保活动圈内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和批评 停止石油形容这一决定是荒谬的正义扭曲 这些抗议活动导致了至少76.5万英镑的经济损失 并使警方花费了超过110万英镑 数据显示抗议活动导致超过5万小时的车辆延误 影响了超过70万辆车 使M25高速公路在超过120小时内受损 在这场抗议活动中 一名警察因被交通撞倒而遭受脑震荡和瘀伤 这进一步增添了抗议活动的争议性 然而对于这些活动人士来说 这场抗议行动并不是一时的冲动 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行动 他们的目标是促使英国政府 在2030年前结束石油和煤炭的开采和燃烧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 但在他们看来 这是为了避免更大规模的气候灾难所 必须付出的代价 据《太阳报》报道 这次抗议行动是通过Zoom电话组织的 而这些通话透露出抗议活动的精心策划和执行 伦敦大学学院的教授比尔·麦奎尔·比尔·比尔·麦威尔·麦威尔 在停止石油组织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称 这次审判和判决是一场闹剧 他认为将气候崩溃描述为一种观点和信仰问题是完全荒谬的 并显示出极大的无知 同样的 认为气候紧急情况与被告是否有合理的行动理由无关也是愚蠢的 与他持相同观点的还有绿色和平英国的项目主任艾米·卡梅伦·艾米·卡梅伦 他称这一结果是对抗议权力的黑暗一天 这是我们民主的支柱 在法庭外 Just Stop Real组织的支持者欢呼雀跃 虽然他们的领袖和伙伴即将面临长时间的牢狱生活 但他们的信念并未动摇 这些活动人士被称为全征五人组 他们的故事成为了环保运动中的一部分 他们的行动虽然引发了争议 但也引发了更多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Telegraph详尽报道了这次审判的过程 法官希尔在判刑时表示 这些活动人士已经越过了从关心的活动家到狂热分子的界限 他认为他们自封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仲裁者 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这一判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于极端抗议行动的反感和不满 然而 这些活动人士的支持者并不这么认为 政府前首席科学顾问大卫金爵士Sir David Pym表示 这些判决是可耻的 并呼吁工党改变法院的做法 绿色和平英国的艾米卡梅伦泽表示 什么样的国家会因为计划和平示威而将人们关押多年 更不用说在Zoom电话上讨论这件事 在审判的第一天 联合国环境保护者特别报告员米歇尔 福斯特Michelle Force也对这些判决表示震惊 他认为这些制裁可能违反了英国在国际法下的义务 这一观点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电视自然学家克里斯·帕克汉姆Chris Packham在抗议者发言后表示 他感到身体不适 因为他目睹了只能被描述为司法暴行的事情 他认为对和平气候抗议者给予过高的判决 在一个燃烧和洪水泛滥的世界中是完全不合理的 帕克汉姆说 此刻我们需要从全球角度看待更大的图景 考虑我们整个物种 今晚打开你的社交媒体 看看洪水 看看火灾 看看世界各地人们的家园和生计被摧毁 那些灾难正在来临 足球没有回家 但气候崩溃会 这次判决为英国社会带来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支持者认为 这些活动人士的行动是为了唤醒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关注 是为了未来世代着想 然而 反对者认为 这些行动过于极端 给社会带来了过大的影响和损失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重 这样的争论或许只会越来越多 这次判决不仅是对这五名活动人士的判决 也是对整个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态度的一个测试 未来 我们或许会看到更多类似的抗议行动 也会看到更多法律和社会对这些行动的回应 无论如何 这次事件已经成为了环保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 将被人们长久地记住和讨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五名停止石油环保运动的活动人士 因组织封锁伦敦M24高速公路的抗议活动 被判处多年监禁 引起了环保机构和科学家的广泛批评 这些活动人士包括罗杰 哈勒姆 罗杰 哈勒姆 罗杰 哈勒姆 丹尼尔 肖 丹尤少 路易斯 兰卡斯特 鲁伊斯 兰卡斯特 鲁西亚 惠特克德 阿布雷乌 卢西亚 威特克 戴 阿布鲁 和克雷西达 盖鑫 克斯特 鲁西亚 克斯特 鲁西亚 他们因在2022年对M25高速公路进行为七四天的封锁抗议活动 而被判刑造成了交通中断和经济损失 抗议活动的目的是要求英国政府制定法律 以终结石油和煤炭的开采和燃烧 法官克里斯托弗·赫尔·克里斯特弗·埃亚 在伦敦法院的判刑听证会上指出 哈勒姆被判处5年监禁 其余4名被告则各被判处4年监禁 这些抗议活动被指控造成了至少76.5万英镑的经济损失 并导致大都会警察局花费超过110万英镑处理相关事务 此外,抗议活动还导致超过5万小时的车辆延误 影响了超过70万辆车 特别是一名警察在抗议期间因交通事故受伤 这进一步加剧了对抗议活动的负面评价 这些判决引发了环保支持者、科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应 许多人认为这些判决过于严厉 并认为他们对言论自由和和平抗议权利构成了威胁 伦敦大学学院地球物理与气候危害名誉教授 比尔·麦奎尔·比尔猫怪尔批评这些判决是荒谬的正义扭曲 并认为法官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描述显示出极大的无知 绿色和平英国的项目主任艾米·卡梅伦 Amy Cameron表示这是对抗议权利的黑暗一天 并强调应该保护和平示威的权利 此外相关判决还被认为是对非暴力抗议活动的严厉打击 这些活动人士被指控利用Zoom电话组织抗议活动 并通过这些电话招募参与者 这些电话被媒体渗透成为检方证据的一部分 法官克里斯托弗·赫尔指出 这些抗议活动是精心策划的阴谋 活动人士自封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仲裁者 这一事件反映了在当前全球气候危机背景下 环保运动与法律和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 政府和司法系统如何处理这类抗议活动 将对未来的环保行动和社会运动产生深远影响 许多批评者呼吁重新审视对和平抗议的法律处置方式 以确保不妨碍基本的民主权利和环保诉求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看到这些活动人士被判多年监禁 我真心觉得令人痛心 这些人并不是暴徒 他们只是关心我们共同的家园 他们所做的一切 无非是为了引起我们注意到气候变化的严重性 难道我们没有义务倾听他们的呼声 思考如何应对这个全球危机吗 就像马丁·路德·金所说的 不公正的法律就是没有法律 这对于我们的未来有着重大的意义 哇!楚天书! 你是不是活在童话世界里? 这些所谓的环保活动人士 可不是什么无辜的小兔子 他们的行为严重影响了普通百姓的生活 你知道他们的抗议导致了多少经济损失吗? 根据检方的估计 直接损失达到76.5万英镑 警方的成本超过110万英镑 这还不包括人们因交通阻塞而错过的重要约会、手术和葬礼 你觉得这些人值得同情 而那些受到影响的无辜民众就该承受这一切吗? 谢琪琪,你这魔说是不是有点过于冷酷了? 是的,抗议活动的确带来了一些短期的不变和损失 但相比之下 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后果更加可怕 你能想象到未来的世界到处是洪水和火灾吗? 这不是科幻小说 而是现实 我们需要这些勇敢的活动家来提醒我们 让我们正视这个问题 就像爱因斯坦说的 疯狂就是一再重复同样的行为 却期待不同的结果 我们不能再无动于衷了 楚天书,感谢你的忧虑 但你真的以为这些抗议活动能解决问题吗? 它们只是扰乱了社会秩序 让普通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你说的气候变化问题确实严重 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是系统性的政策和技术创新 而不是一群人在高速公路上搞破坏 就像丘吉尔说的 保持冷静,继续前进 我们应该通过合法和有效的途径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一味地搞激进抗议 谢琪琪,我同意你说的 系统性的政策和技术创新确实很重要 但如果没有这些抗议活动 政府和企业会有动力去改变吗? 历史告诉我们 很多社会变革都是通过抗议和斗争实现的 想想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还有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 这些都曾经是激进的抗议 但是最终带来了正义的实现 这些活动家也只是试图用和平的方式唤醒我们对气候问题的关注 他们不应该被当作罪犯对待 《楚天书》历史上的那些运动确实有其价值 但你不能拿今天的情况和当时的情况直接对比 这些活动家的行为不是和平的抗议 而是对公共安全的严重威胁 想象一下 一名警察在抗议中被撞倒 脑震荡和瘀伤 这不是和平的结果 这些人自以为是气候变化的唯一重裁者 但他们没有权利对他人的生命和安全造成威胁 正如哈姆雷特所言 这是个疯狂的世界 我敢说我也可能会变得疯狂 我们需要的是理性和法律 而不是盲目的激进行为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哎呀哎呀 这次我们要聊的是五位停止石油的环保活动人士 因为封锁伦敦的M25高速公路而被判处多年监禁 这件事可是闹得沸沸扬扬 像一锅沸腾的火锅一样热闹 这些活动人士当时的行动可是刮起了不小的风暴 弄得大家都在讨论他们到底是英雄还是麻烦制造者 首先 我们来看看这些抗议者的背景故事 罗杰、哈勒姆和他的四位伙伴在2022年11月策划了这次大规模的封锁行动 他们可不是随便一蹴而就的 这可是Zoom电话会议训练出来的 他们组织了抗议者爬上M25高速公路的高架桥 结果真像是一场大型户外攀岩比赛 只不过这比赛的代价有点高 据说这次行动造成了75万英镑的经济损失 警察费用也超过了100万英镑 听着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得让多少人舍弃他们的鱼和薯条啊 听完这些数字 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人实在是太疯狂了 法官克里斯托弗 赫尔也不例外 他认为这些人已经从关心的运动者变成了狂热分子 这些行为无疑是过了头 哈勒姆被判处五年监禁 其余四人也个被判处四年监禁 这些判决引发了环保团体和科学家的强烈反应 他们认为这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 是一场司法闹剧 就连绿色和平的代表都站出来说 这真是我们抗疫权力的黑暗一天 让我们转回来看看灭绝叛乱的创始人哈勒姆 他可是被判了五年监禁 这在英国对非暴力抗疫活动中可是史无前例的长行棋 这让不少人惊掉了下巴 哈勒姆和他的伙伴们用Zoom电话来组织这些抗疫 这可是被太阳报的一名记者渗透了 这让人觉得他们的行动真是有如电影一般惊险又荒诞 法官在宣判时说 他们策划的这次行动影响了无数人的生活 有人错过了航班 有人错过了葬礼 真是应有尽有 这让这场抗疫变得更加复杂和具争议性 然而 这些活动人士的判决也引发了广泛的抗疫和批评 许多人认为这次判决过高 尤其是考虑到这些人只是想通过和平抗疫来呼吁政府关注气候变化问题 政府前首席科学顾问大卫 金爵士称这些判决是可耻的他呼吁工党改变法院的做法 而电视自然学家克里斯帕克汉姆更是愤怒地表示 这次判决是对和平抗疫者的不公正对待是一场司法暴行 总结来说 这次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两个极端 一边是那些决心用行动来改变世界的环保活动人士 他们不畏惧被捕和判刑 另一边是法律和秩序的捍卫者 他们认为这些抗疫行为已经越过了法律的界限 到底谁对谁错 这可不是我们随便吃一盘薯条就能决定的问题 这个事件让我们看到了气候变化 这个重要议题也引发了我们对抗疫自由和法律边界的思考 无论如何 这场闹剧注定会在未来继续发酵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为观看